Point2Fix官方网站上只有提供德文的安裝版跟免安裝版 所以還是建議您可以下載免安裝的中文化版本 解壓縮之後直接執行Point2Fix.ese 在螢幕上就會看到Point2Fix的面板 按下開始就能啟動Point2Fix Point2Fix是德國的簡報輔助軟體 功能相當的完整 首先你可以看到改變筆畫的粗細由這裡來決定 另外在筆畫的類型部分有分左邊與右邊這兩種 左邊是屬於銀光筆,右邊就是實心筆畫 進入Point2Fix繪圖模式時 您可以直接從面板上選擇想要使用的工具 例如要聚焦在畫面上的某一個數字時 我們可以使用打勾的方式 這樣就能輕鬆完成 或是直接使用箭頭也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此外如果想把螢幕放大 可以使用這個放大鏡工具 移到想要放大的區域上 或者是使用下面的加、減 這樣直接來做拖曳的動作也是可以 針對已經畫上的筆畫部分 在Point2Fix可以使用這個橡皮擦 逐一擦除 也可以使用上一步 還原 或是直接按下垃圾桶把整個畫面清除 這樣都是可以的 對於已經在螢幕上繪製完成的內容 您可以選按複製 就能直接將這個內容 複製到剪貼簿中 或是選按下面的儲存 直接存成一個圖片檔案 Point2Fix除了在螢幕上的畫面直接繪圖之外 現在也提供了新工作表的功能 你可以選擇用白板 也可以選擇用黑板 或是格子狀的工作表 點狀的 或是橫列的 這樣我們在書寫的時候 可以更加的整齊 那想要回去原來畫面 就選按原始畫面就可以 最後如果你已經完成了這樣的繪圖動作之後 按下完成 Point2Fix會自動清除所有筆刷 這時候就回到原本的操作模式 按下完成 按下完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